有一位朋友呢,给我们留言说,听说Pasadena有了一个新的方案,将不会再提供瓦斯的这样一个能源,只是使用电力。 哇,这样的话,第一啊,确有其事吗?第二的话,那我们这些人应该怎么办?一定要使用电力吗?还有什么其他的所谓的解决方案呢? 那这一点呢,我们一定要请出我们正经的专家,是正能量太阳能CEO殷陈淑先生,殷先生您好,你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,殷先生您好,是,你好,是这样子的,那个Pasadena呢,现在只有Pasadena是作为加州第五数个城市,参与了这个解决方案, 一直就是说,明年开始的话,就是一些,我们说的是混用的和商业的,除了就是食品,就是那个,就是饭店,这样的不需要 哦,餐饮业? 餐饮业不列入范围之内,所以说餐饮业是不列入范围之内的,那这些的,经常你看到那些,类似于apartment也好,还是就是公寓也好, 还是,就是town house也好,这些,排屋,这些的话可能会被列入之内,所以说未来可能是不会介入瓦斯了,那待于,但是那个,我们所说的就是独立屋,single family house, OK,然后ADU,这些还没有在列入在范围之内,所以针对的也只是说公寓楼和,那个部分商用的一些,那个新盖的,那个plaza,没有去, 接入瓦斯这样子,哦,您是说,只是目前在帕萨迪纳呢,它是一个事情,而且呢,像比方说,万一有中国的餐饮啊, 因为大家都知道到帕萨迪纳,它是美食,应该就算是个天堂了,各种美食都有,特别是老美的,对不对,还意大利餐厅啊,那简直是这个非常非常之多啊, 那么可能这个限制不限制他们,因为用电没法做嘛。 哦,现在根据,对,根据6月30号的这个会议的话呢,它的意思是说,关于,呃,那个餐厅类的,暂时不列入范围之内。 哦,那么目前呢,就是说,residence,这些居民呢,当中apartment condo等等,恐怕也是马上就要必须实行用电的这样的方案了。 这个在它的方案内已经是板上钉钉了。 哦,那么single family应该还好躲过一劫啊,是不是? 但是还没有说一定要。 是。